各位同心我們現在準備開始上課 這節課是由我們陳寗芳 陳老師帶來的演講 請大家以熱力的掌聲歡迎他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心 大家早安 大家好 現在可能會長好睡 但是我待會兒說的 想要加滾手 要把他抄襲 或是可以用你的記憶卡去工程師 因為我說的地方也加很多條 因為這都是秘書長寫的文章 我把它拿來跟大家報告 我要跟大家報告就是 我們9月9月去美國華盛頓酒會 跟大家報告我們那時候的行程一些事情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台灣民進府在美國辦過兩次集會 本人進行有參加第2變 我待會跟大家報告我們第二次在酒會的總控 然後我們在那裡把美國選擇說 我們要要求什麼事情 要求那些的 因為我們主席 我們花這麼多錢 又30幾個人去辦這個集會 只要酒會 就花20萬了 美金耶 我說的都沒錢喔 所以我們花這麼多錢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待會兒我給大家報告 然後 一開始我給大家 我們知道我們有很多教授 還有研究員 還有技巧 學生 學術界的人數 以及國會的委員裡面 對於中國這個主題都覺得很困惑 在這個中國地勢方面 有一些人說主情是專業人士 他都有公然都斷定說 喔 現在有兩個中國 兩個中國 我們比別的這期 為什麼美國的行政當局 建設說只有一個中國 我請問一下 你們來這裡上課 你們知道你們知道 自己知道我為什麼要來這裡上課的人 請舉手 知道嗎 我請問一下 好 不然我們請那個先生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上課 因為我要就是要了解 我們人民政府的內容 好 這也是萬人志因 我剛才有時候 我跟大家報告 秘書長林志森博士 他為什麼要辦這些事情 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我們已經十幾年了 我們從2005年到現在 堅持到現在已經走了十幾年 我真幸運 我2005年有聽到他演講 所以我就對他走這條路走到現在 然後你們一定粗粗接觸到這些地性 這些方面的消心量 你們會可以來 你們一定有某種原因才要想過來這邊 那我就一一跟大家介紹 說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們是要找到我們有同樣理念的意識 有意之人 我們要來共同改變我們台灣目前的困境 我們台灣很可能 四百年來台灣有差過八幾國旗 有差不多五六十年就有一個國家 就是被佔領 像剛開始葡萄牙 再來西班牙 再來荷蘭 再來第青宮清朝 台青帝國 台青帝國 台日本帝國 台日本帝國 再來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國民黨 目前當然我們是說美國軍事占領 我們要要求他來軍事占領台灣 我們要要求他來軍事占領台灣 因為美國人 他那麼軍事 他不像中國人還是其他人 他占領台灣都是去剝削台灣 他要求他 我們跟他講說 我要求我們台灣自治 我們要學年 要怎麼關自己 因為我們每次都是去 四百年來都是給別人管 每一邊的階段換台 台灣都知道要死這個十分之一的人 我們可能都不知道 這項目絕對不會把被佔領者 告訴我們真正的歷史 我們很多的歷史都在黑暗條 只有靠有良心的智慧的 他去外國的圖書館 一一的去把那些資料拿出來 拼錯起來 我們才有真正台灣的歷史 我們現在所讀的歷史 全部都是中國人騙我們的 我說台灣人很差別 用騙的很簡單 用騙的就相信了 但是你跟他說實際上 他不想信 你看我們騙六十八年 我們現在 他要求精神 他說 美國 我們當初 我們去顧美國 你如果美國要求 我們說 你們兩百幾個 你要怎麼管台灣 你要怎麼執政 他說 你趕快去找人 找訓練幹部出來 我們找人 我們剛開始要跟人家說 人家說我們笑了 他說我們頭殼有問題 然後我們要去找 他說 你最多要學四千的 還有我的執政 因為我們要把中國民國請出去 我們跟中國民國完全無關 是美國把他們帶出去 他們怎麼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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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台灣 一定有很多公務人員 我不要說做官 我們說公務人員的客 我們就讓我們這些 有義之一人 來做這些工作 做他們留下來這些工作 但是因為我們要求是無縫接軌 所以我們我們不是要 我們不是要用革命的 我們用無縫接軌 所以不可以讓白生的 會怕贏 會覺得社會動畫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 台灣有今天的安定 還有經濟的這個盛行的狀況 是很不簡單 我們不要破壞牧城 所謂的設備 牧城的狀況 我們也不希望用革命 用燒台燒壞的方式 說死很多人 跟我們改炒放財 我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要創造一個歷史的模範 跟外國也有像我們這個情形 是不是可以討厭 我們這樣說起來 我們不會是博愛的世界 我們像亞洲基就說 社會是破壞的社會 你要改炒放財族 由歷史以來 不管是中國 台灣或是廣國 所有哪一個國 歐洲歐美男國 大家都要用燒台 都是要武力 像軍頭沒大隻的人 跟勝王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現在用法例 用法例這個東西 要來改調換台 用這支筆 說過用這支筆 就要改炒放財 做著一個模範 就是未來 跟美國的時候 我們也希望 外國外國的國家 可以學 用這個法例的方法 不要用很多 八千的犧牲 你這樣有戰爭 犧牲都是百姓 百姓都是最可憐的 所以 所以我們一直有這種共識 不是啦 不敢的秘書長 在2005年 他為中國破壞 2002年 他為中國招回台灣 然後 後來他就去 就李登輝 那時候 前總統李登輝 他就 他就是國際戰爭法的報酬 在日本下的報酬 我們日升博士 所以他就說 歐洲你怎麼不想 你所特的知識 從台灣的這問題放下去 然後去研究說台灣未來 國際地位是怎麼走 因為我們國際地位 無法正常化 你也知道 我們無法進入聯合國 為什麼 其實我們台灣學者 半知半覺 有的都研究一半 但實際上沒有透徹 因為秘書長他 二三十歲 就拿到那個 得到日本的 戰爭法的博士 所以 當然他 他拿到報酬之後 他是夠賺錢 十倍 五六十歲 去共產黨 破壞到很嚴重 所以他 他回到台灣 他下定決心說 要替台灣人 做未來台灣人的儀工 他要為台灣人 走出一條火爐 他說像他這麼聰明的人 共產黨就把他害到 怎麼死在台灣害死 他在台灣害死 你相信嗎 他用收水收到金 你真的 他從四川那邊 本來他被 兩金 共產黨那邊 有兩個人 說 就是監視他的 都隨時給他 對調 你可能看他 以前的車就知道 還不去便宋 就對到便宋 好不容易想的方法 逃出來 他從那裡走 走到 海邊走幾個月 都坐公車 或是坐雷電車 他都不敢去坐 富人機 或是坐 火車 他不敢坐 因為那些都很害怕 他就坐那些不害怕 就這樣 一次走幾個公里 走幾個月 走到台灣 走到 那個 大陸那邊海邊 又去找一個船老道 我叫他把他帶到金門 結果船老道 跟那個台灣海鎖的 中線 就不敢過來 就把他塞下去 推到海裡面 叫他自己游泳過去 這個歷史 可能叫他自己來講 這個 我講的不會很爭氣 他自己講的 他有一個 實際的感覺 然後 他真的用想的 收到金門的時候 一般都去走到海灘 結果他一直走到地雷區 走到地雷區 後果才沒去到地雷十四 還說出來 我告訴他 他已經很順利 回到台灣 他那時候在地雷區 陷到沙灘裡面 他那時候就一個重座 他說 他這四人 可以平安 跟台灣 他後半四人 要為所有的台灣人 現出他的下半身 下半輩子 sorry 下半輩子 他後半四人 他都要做台灣技能 要替台灣找一個外路 他說像我這麼聰明的人 共產黨 我對共產黨 所有的財產都沒收 怎麼死在中國 還怎麼死在台灣海監 台灣人敢有人像我 比我那麼聰明 真的 我接受他之後 我發覺 我目前所看 像他這麼聰明 還真的要為台灣做聰明 有啦 像郭台銘那裡也很聰明 但是他是過賺錢 他想要為台灣做工作 目前 我真的看他 最厲害的是他 真的 所以我們跟他走 是蠻幸運的 想到送我們一個建立 台灣 我們所有台灣人 一個報 所以我們要珍惜 所以你看 他又將他的地績 然後去投入 他一半年 他說一半年的車 他投在車比我更多 都是原文版 才研究出台灣 那一段研究出來 是台灣是美國軍事 他就很高興 就開始世界演講 世界演講 他剛在台中的文化中心演講 我很幸運 剛好有去聽 聽完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健康 但是要做得很困難 他就說 美國跟國民黨聯合 騙我們所有的台灣人 騙了六十幾年 那時候算六十幾年 六十幾年 我們要戳破這個謊言 他需要兩百十八的人 就會來告美國 一起去告美國政府 他要找 我都說他是大笨蛋 要找兩百十八的小笨蛋 跟他去告美國 告美國不是 不是說說就好了 要出錢要出欄 告美國也花很多錢 那時候他剛開始說 一個人要出一萬塊美金 一起去告美國 然後把錢寄到美國 那個律師那邊 那不是出一次一萬塊美金就好了 現在那個律師會開了 他就要通知你 然後你就要繼續寄 一直跟我們打贏 打了好幾年 一直到兩千年八年 在台灣打官司打五年 五年十年是沒有什麼 但是美國打兩年官司 就很恐怖 律師會就很可怕 每一個起訴會要三萬塊美金 律師出庭一次都三萬塊美金 台票九十萬 所以長期下來 所以如果不是這些人 只要堅持 一直投入一直投入 然後大家一直堅持這個理念 真的怕不夠錢 那就是因為這些人 很有良心的 我也希望找到四千的 一樣有良心的人 我們做回來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我們不是為了賺錢 為了要做大廣告 我們是說要為我們的百姓 為台灣的同胞 所以你們來這裡要有這個想法 當然我們大家可以來這個地方 大家共聚一堂 很不簡單 有可能找你來的人 他會用很多方法 說很多理由給你來 每一種旅遊都沒關係 但是你來聽完之後 我們同樣一個理念就好 我們要創造一個新的台灣 我們要做一個新的台灣人 做所有的其他兩千萬元 兩千多萬人看 為什麼 我們要叫精神很難叫 我相信你如果 你現在後 你回去去找新聞情 你出去都會給我發笑 我會給我發幾個年 不過也沒關係 人家說你笑就表示 你說的是正常 為什麼 他們要睡覺 你已經精神了 正是防發笑還是正常 我也防發十幾年 現在就是再說了 我慢慢說一些 我們兩千空四年 在國際關係的 就是美國眾議院裡面 國際關係的作證 就是四月子的那時候 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委員會 的助理國務卿 他有要求解釋 一個中國的基本的禪數 他要怎麼說 但是他也說不好說 為什麼 就是很深入了解國際法的人 他才懂 因為 舊金山合約 還有那個 海洋公約 還有那個政政法 要研究很透徹 才有辦法了解台灣 真正的地位 等一下我慢慢闡述 當然我們講的是 已經找到 秘書長講的精華 但是他要去找這些精華 他要去找這些精華 他要去找到 重要 講的真正的那個 那個答案 其實他要找這個答案 實際不簡單 十半年的 找 關於房間都沒有出問題 十半年的 找 他的朋友都 隨時都去 他要吃飯 他要吃飯 時間到 就有人會 送便宜 都去吃 或是給他的便室 用不然不然這樣 他就這樣 才找出這個答案 才找出這個答案 所以大家 不要 不要看清這些理論 非常不簡單 找到的 正確的答案 再來 很不幸 在2004年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一個 美國國務院的官員 對這個重要的問題 可以做出一個很雙實的評論 讓人們真的感到很困惑 美國所見是一個中國的政策 他只是可以對一般台中 沒有食材 國際法的人來解釋 就是說 建政法跟所屬的佔領法 佔領法 但是 大部分的人 都沒有這方面的地績 都意義說 兩個中國的爭議 是起源於1940年國共內戰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 台灣的問題 有正確認識 應該是說 從第二次世界大前 開始 太平洋政區流落的問題來探討 我們對第二次世界大前的歷史 很多專家 中國的專家 都默認 說他是 蔣介石 1945年 10月25日 日本在台灣投降 他是 我們就知道 大家都有說 分配佔領 蔣介石分配佔領 澎湖跟台灣 還有減越南 他分配佔領澎湖 政府的投降 他就總之說 是我們台灣的光富節 當然這是不對的 這是錯誤的 因為他是做軍事佔領而已 因為 待會兒我再說 我先簡單先說 這很重要 電力上的軍官 都把台灣的主權 所謂租於中國 並且宣稱是光富節 因為在前面 包括日內外公約跟海外公約 其他制定的國際慣例來說 都是不可能的 投降典禮就是一個 象徵軍事佔領的開始 政府者有管理到切實的義務 來佔領 以政府的地區 並改稅任何 佔領区租款的專業 但是 軍事佔領不可以移轉租款 大家都知道 大家已經有很多行 所以其實他是一種錯誤 他一直跟我們講說 台灣是光富節 是錯的 在在世界大戰當中 軍事攻擊台灣的 百分之九、十九點五 都是美國的軍事政府來攻擊 蔣介石他沒有出到一兵以利 來打過台灣 所以麥克阿蘇派 管理當局 動作的行政當局 蔣介石集團 他來佔領台灣 在1945年 十月以後 台灣的租款 又是射於日本天皇 不是日本 這應該是大日本天皇 這稍微有不對 他是大日本天皇的主權地區 他一直到1952年4月28號 古金山和平條約 生效後他結束 他就結束的是放棄主權 權利而已 他主權他沒有放棄 我們聽這麼多天 可能大家都知道 再來 很明顯 古金山和平條約 美國指明美國是主要的 占領款國 但是由上述的民政的資訊 可以有三個重要的意見 第一 1945年十月以後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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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錢來軍事占領 他是台灣的行政統局而已 行政當局 他不是真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是次要佔領全國 而且他只能實行軍事佔領 他不是 但是他既然在台灣實行完全佔領 什麼叫完全佔領 日本人是不是有很多土地下來 還是財產 但是都變成國民黨的東山 他怎麼不是變國家 都變國民黨的東山 國民黨 帶來台灣 你說他有帶黃金 好 我們就不要跟他爭議 但是他有帶土地來 不可能 為什麼 現在所有的很多國民黨的黨產 台灣的土地都變成國民黨的黨產 那就是日本政府那時候流漏 都變他們的 你不能做他的東山 你如果說變成國家的 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接受 那黨產那是不對 他不可能把土地 從中國大陸帶過來 所以他實行完全佔領 就是整個都 中國人在討論 我跟他打贏 你就都我的 和你媽媽 你兒子我也要的 都我的 你的土地 他現在看他這個土地 他要做什麼 蔣介石要做新冠 他就跟他徵收 然後用公頂嫁 就是公頂嫁嫁跟他徵收 實際上公頂嫁 跟實際上的市價是差 10倍、20倍、30倍以上 大家也不敢 到現在也很多人 還很不甘願 希望以後 我們台灣民政務起來之後 也可以還他們一個公道 當然那個土地政策 另外還有看怎麼改 因為我 我本來沒有這個管理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置評 你看 在1949年12月 他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 才有 才有請到台北來 因為 我們現在是1949嘛 我剛才說是1945年 大英傑1945年來台灣 他代理蔣介石來這裡接受投降 那時候蔣介石還沒來 他跑去外南 他跑去外南 因為那時候 不要再說 分配給他的佔領區 是越南澎湖台灣 他叫鄧義來配給台灣 接受日本的投降 他自己本身 走去外南接受 越南那邊的日本軍的投降 他帶了一堆 幾十萬人的軍人去那裡 結果 去的時候 那時候外南剛才去修行 稻子剛好在收成的時候 他就叫他的朋友 中外南 越南所有的稻子 全部收割 變成他的軍糧 吃不完 那時候 那時候 共產黨還沒有全部佔領中國 他還有一部分的人 還有一中國 吃不完之後 糧食又回到中國 結果外南 在那裡 搖死兩百萬人 你知道 這次外南是怎麼 那樣切中國人 其實應該說 他要切蔣介石 這個集團 因為 他們那時候 都不用 都不用跟人收拔 就搖死兩百萬人 他都沒有東西可以吃 全部被蔣介石 沒收了 台灣 你如果沒有漏一頓吃 不是 結果 越南人很討厭中國人 是因為蔣介石 那時候 咬死二十二百萬人 不過 他們的國父 胡志明先生 他去找法國 去找法國 去到法國說 他管人 做法國的殖民地 拜託他派兵 來給他一個派出去 當然 條件說說 法國算得好 他跟法國派兵 來中 蔣介石趕出來 蔣介石 不敢 1949年跟他走來台灣 不然1945年那時候 不來 是怎麼1949年 才來 那時候叫法國派出去 不敢說 他率領了 所有的軍人 還有他的官職 幾百萬人 走來台灣 台灣那時候 糧食本來很多 來的整個 都不夠吃 不敢說 那時候 那時候 我們的使徒 我們可能知道 那時候 十二月那時候 開始台灣沒有入草獎 那時候 他來的時候 他那時候 是遷到 遷都 台北 流亡政府 遷都 到台北 他只能在台北 他不能 離開台北 你看那個 達賴南 他也為西藏 帶二三十萬的西藏人 流亡到那個 西藏北方 德蘭沙拉 那個地方 不是西藏 對不起 印度北方 一個德蘭沙拉 那個地方 靠近他們的喜馬拉雅山那 因為我本人 剛剛 2010年那時候 我也剛好去了 我們有派50個 台灣民眾有派50個 官員 就是公務 我們裡面的 童心 比書店有派50個 去跟他們 達賴沙拉 那個交流 因為那時候 他們達賴沙拉 那個 應該說 西藏流亡政府 在那裡 他們國會 他們都四年一次 因為他們 世藏人都流亡 在世界各國 那四年一次 他們就整個都要回去 開他們參議員的會議 他們開會 全世界 有記者 都在他們那裡採訪 我們為了要曝光 這也是美國安排的 就叫我們派一些人去那裡跟他們交流 當然那時候 世界很多記者都採訪我們 因為我們 五十的人都穿西宗 然後都穿得很正式 那個狀容很 裡面很大的 所以記者 一直在採訪我們 我們就那時候也曝光很多 你想 他 世宗 他去到那裡 他是 他可以在德蘭沙拉那個地方 印度政府 指定 他可以流亡的地方 這個地方 他不可以離開那個地方 因為西藏人 你如果要離開那個地方 要把印度的政府申請 你要去讀書 你要去印度什麼大學讀書 他要申請 因為西藏他們都讀那個 他們的學校就是 他們現在的辣媽寺 他們的小孩都在辣媽寺 讀書 讀書到高雄畢業要讀大學 就要去印度那邊的大學讀書 要去那裡讀書 經過印度政府的核准 他可以離開那個地方 減領區的地方 你看照顧 蔣介石集團 他來流亡到台北 他照顧他可以在台北而已 他不可以離開台北 但是因為 講起來是麥克阿蘇 他們 國民黨跟美國聯合一起騙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都沒有人敢建政法 我們 60幾年前阿公阿嬤那時候 大家都說 讀書就讀書就讀書就做醫生而已 不然叫你讀政治 也不叫他讀國際法 所以大家都不讀 原來他實行完全占領 台灣人也沒有人敢反抗 沒有人反抗 美國就默認了 因為 國民黨一年買幾百億的武器 美國買了幾百億的 那個我們知道嗎 軍費要買一塊破銅爛鐵回來 那其實就是負租金 蔣介石集團 跟美國付助金 當初他軍事占領 是七年就一定要離開 但是你看六十八年要不離開 當然我們現在 我們十年前我們就精神 發現這個真相 我們去告美國 然後告美國 美國當然 美國說起來也是一個 很有正義感的國家 他連法院跟國務院 當然是 他法院判定他們 他們的美國國務院是輸 我們贏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有說 我們聽了很多 所以 我們雖然 我們已經上最高法院 他把我們擱置 雖然他判的判決是擱置 但是美國法律擱置 三年 一定要 給我們一個明確的判決 的答案給我們 他擱置也可以擱置三年而已 他說我這件事 我先給他擱置 因為他反應不再有解決 你國務院打官司輸了 他也沒辦法 馬上說 好我順利 中華民國官司 沒辦法 因為我們那時候都沒有 台灣民任務 還沒法理宣言 還沒成立 他要讓我們 這三年很快準備 分年四千人 分年四千人 然後 他就 我們又開始幹部訓練 我們要就是 專業 請一些專業的人 現在是先跟大家說法例 讓你知道 然後再來就是專業知識 然後 這條路不是說 他破壞之後 我們就有法度水完成 他希望讓我們三年 讓我們去做這些事情 他們的法律也規定他們三年 他就要 給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他要怎麼做 他擱置不可以擱置 美國的法律就是這樣 不然他要舉辦一個公聽會 今年八月就三年了 今年八月他就要做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給我們說 我們各國這裡 兩百幾個人這裡 讓我們一個正確的答案 所以我們看他八月 他要怎麼說 他們也一直在準備 你看 你看他 他也已經 他知道他故事而已 他就須內府金服錄100號 就開始起一個軍事基地了 你知道嗎 亞洲最大的軍事基地 我們可能知道嗎 剛才我們工師都能說 他就兩千塊哪一年就開始起了 兩千塊哪一年就開始起了 他就知道哪一年夠了 他就知道哪一年夠了 開始他起 所有的東西 跟人喔 起床的人 工人 都是由美國在過 他都沒有用我們台灣人 用一刷而已 可能一些 那些 糟糕的 或是白鐵 什麼那種 其他所有的工人 都跟阿摩托鐵 都由美國在過 為什麼 因為 那時候說他在蘇聯 跟中國那些去的大使館的時候 有去讓他們蘇聯跟中國那邊 有一樣 竊聽器 之類的東西 所以他現在 他去大使館 完全就不相信 當地的工人 或者是什麼 全部用他們的美國人 這樣喔 人們總共花了六十八億的台票而已 一點多億的美金而已 這要跟三萬八的土地 內府把我們做一百九十八年 將近三萬坪的土地 蓋那麼大的房子 地下五層 地上三層 蓋那麼大 軍事基地 那 他的口腔可以搶錢錢 錢錢是搶在他們的 人家這樣當中 要花六十八億台票而已 你看喔 我們一個花簿 花百多億了 我說喔 那五個也 給美國官也沒關係 只要他們貪務也不會貪那麼多 他們不會貪務啦 他們不貪務啦 他們都對他們來講 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們的貪... 他們的貪行是很重的嘛 所以你說 你看他台北一個發佈 說我們台中 傅政策還要辦發佈 還要比台北更大 還要花那麼多錢 喔 你吃很恐怖 吃錢啊 比吃水更恐怖 一張高棧茶百多元啦 九棧茶一張 八百多元 我去菜市場買一百九棧茶十元 你說茶桌 所以喔 美國也要貪注一頓 他要讓我們自治 他要說 你台灣人要學年自己關自己 我們學年關自己 我們同學生育 學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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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台灣人先他們 公土的那個權利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還要看 他們老百老母也有可能把電腦洗過 還要看他是不是 那個思考邏輯裡面說他不是中國人那個時刻 我們才有可能基本功德 那時候我可能已經不在世上了 年輕人 這麼大的工程由以後的年輕人去做了 我們現在有辦法做的就是 把大家開樓開走自治台灣主題這條樓 再來的樓就少年要自己去打招 因為我們也要慢慢的交棒 我們主要是要訓練新的人起來 我們老的人幫他輔助 幫他協助 先說到這裡 再來他說 就是台中有說 他說 他中國遷到他們國土以外的地方 他不可以離開台北 所以第二是這樣 但是他既然實行完全佔領 哇 整個地方都沒有 因為民眾服務站 各民眾的民眾服務站 你看 團臺灣對不 團臺灣大家的地方也有 每一間市都也有 再來一個五年 古今山合併條生後的時候 民軍已經改選了 所以占領美國卻默認 他來軍事占領 他繼續占領台灣 照說 ROC就是中華民國 應該是代理美國來占領 因為我們發現到這個屬性 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以叫台灣是中華民國 就都變他們了 我們發現到說 他只是 帶領美國軍事占領而已 我們就 美術長就帶我們去美國 這個屬性 然後當然經過幾年的 法理上的戰爭 我們戰贏了 所以 所以我們就請美國 要來實行 你真的軍事占領台灣這個屬性 你不能代理當局 我們要求美國 你來軍事占領台灣 所以美國 才因為這樣回來 再執行他軍事占領台灣 這個事實 所以你會覺得說 美軍一起進來 他一起進來 這是因為我們告他 然後他要做 已經過歲就要叫 最高法院要求他這樣做 所以他就這樣做 再來 為了我維持流氓政府 法理上的地位 這兩點的疑問 台灣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嗎 台灣是中國 共產黨的一部分嗎 屬性上 美國 東極中來 不要相信台灣 無疾 武力合併到ROC 或PRC 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我們完全不是 中國的土地 這兩個問題 答案很清楚 相關的政經 都有證明說 台灣不是 中華民國的一部分 在那個RAGIO 就是我們秘書長 這個案裡面 哥倫比亞特區訊位法庭 他在1959年 10月6號 由國務院官方宣示 表決 說 破解說 為一求四求年 四求年 中華民國 臨時首都在台北 並且在這個 都上一間 行政款 但是富豪摩沙的主權 並沒有專義 給中國 富豪摩沙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既舊 目前也不知道 而且 地匯有適當的條約生效 富豪摩沙可以 是給中國管理東局的一個區域 或占領區而已 不是官方認定的官方 這裡官方講的是中華民國 它的官方 認定ROC的一部分 台灣不是PRC 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 在國會的研究 報告裡面 中國跟台灣 還說 一個中國政策的 延變到2007年7月上升到 有幾點 美中三個公報 在這三年 1972、1979、1982的公告裡面說 台灣的主權美方 沒有明確的敘述 台灣主權美方沒有明確 他開記者會知道 只跟我們說 台灣不是一個有主權的 有主權的國家 還是地區 再來 他都不跟我們說台灣是什麼 他跟我們說不是不是 再來 美國人在台灣 台灣海峽兩岸 只有一個中國 美國政策裡面 沒有承認PRC 對台灣擁有主權 美國政策裡面 不相信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 並且美國的政策裡面 因為台灣政府未定論 就金山合約裡面 就是那個 寫就金山合約的那一位 什麼名字我突然想不起來 日本跟美共兩個學者 他把台灣 說起來也為了我們台灣人 台灣寫的是 那個就金山合約寫的是 台灣地位未定論 所以我們目前台灣很好運 還有一條網路 如果他把我們台灣地位 真的寫下去的話 那我們真的沒有活路可走 再來 一九四九年 這個就是財務的青銀 北京 就是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建立 就是建立那個首都 建都在北京 他就變成中國的合法的政府 那時候蔣介石就要走 就是北京正式成立 所以那時候 共產黨就佔領台灣了 台灣在那個時候 無效於中國 也不是獨立的實體 台灣是美國的占領區 這個意思是說 台灣是美國的一部分 也不是 台灣的法理地位 就是美國獨特的法律 架構內 作為軍事占領的托管地 希望不久的未來 美國行政黨局 能夠在一中政策下 明確的解釋基本的參數 好 因為在那個 1895年 一百九五年 甲武戰爭 然後 甲武戰爭嘛 簽訂馬關條約 日本叫下關條約 簽的時 台青台皇帝 將台灣佩奧 完全沒有條件 割讓給大日本大皇帝 我現在是皇帝對皇帝 他那時候不是國家 皇帝對皇帝 然後 日本大皇帝就開始管理台灣了嘛 管理台灣到1937年的時候 他實行皇民化 實行皇民化之後 他就 我們台灣有很多都開始學一個 那時候叫做國語家庭 你如果家裡可以說一個人 他就在你家門口掛一個國語家庭 這個國語不是中華民國的語言 是日本語的國語 你這間 可能就可以減稅 或是有什麼福利 以前我們的時代都知道 有一個什麼 日本那時候就叫國語家庭 後來一直到1945年 4月以後 那時候 還說殖民地 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一直到1945年4月以後 日本天皇發表一個詔書 我們待會兒可以給大家看 以前台灣人都不能參與他們的政治活動 台灣人都沒看到 因為我們是殖民地 我們無法參與他們日本的政治活動 一直到1945年4月以後 日本天皇發表一個詔書 這個詔書就是說 台灣可以派兩個參議員 四個眾議員 會參加他們日本的國會 那時候跟正式宣佈台灣 並入他們日本南部國土的延伸 那時候跟台灣 就真的變成日本的國土 我們是殖民地 他發表這個詔書的時候 全世界都沒有人有意義 沒有人有意義的時候 台灣正式變成日本的國土 所以齁 雖然他在1945年8月15日一島行 日本天皇宣佈投降 雖然他在那只有四個月 但是沒有人抗議 沒有人抗議 沒有人抗議 所以我們真的變成日本天皇的管轄 是沒有錯的 我們變成他的國土喔 不是殖民地喔 所以在清朝的時候 為什麼清朝我就跟台灣派 還有附近的小島 包括現在的釣魚台 各讓給大日本天皇 因為那時候清朝台灣派 這是清朝的擴殖地 擴殖地比殖民地還要低一等 還那麼低 所以他不是他國土喔 他不是他們的國土 清朝沒有清朝的 我們台灣是國土 他說台灣是男無情女無愛 鳥不語花不香的地方 不要也罷了 李鋒章就跟他們的皇帝這樣說 就說台灣不要哀了 那不哀了 他清朝的皇帝 不要來過台灣 就聽他 就從台灣過往日本去 所以他嚴格 因為擴殖地或證明地可以擴殘 但是國土絕對不可以擴殘 不管你是因為戰爭還是什麼原因 國土都不可以擴殘 所以我們就變成日本的國土 是沒有錯 就是這個造術可以證明 我們如果要跟他們說服 我們可以用這個證明 因為當時 我們第二年 第二年 法理學院成立第二年 我們有很多日本的學生 來我們這裡上課 因為全世界說台灣這個法理地位 只有我們那個林志森博士 然後日本那邊就派有一些學者 然後來這邊上課 也像我們上三天 他們是上五天 當然他們十幾年 另外他們開一個班 另外秘書養開個班 跟他們上一個華理的課 台灣 新台灣的課 他們那一本 我們來送禮物 我們來的時候送一些禮物 以前這個只有紙 他們紙而已 我們為那個秘書長 從日本那邊 把他們討論資料 結果他們是他們一項專業 他們紙三人很難看 所以那個 那時候第一屆一些志工 跟秘書長就想辦法 去刻鋼板 然後用刺繡的收得這麼好看 跟送他們那些日本人 現在日本人來拜訪 我們民政府我們就送他這個禮物 為什麼要送他 提醒說 你不要忘記 台灣還是大日本天環管轄下的一個領土 那是漸時 懸空割讓美國軍事漸 美國以前很多地方 日本 你看 外南 菲律兵 台灣 琉球 還有東北 中國那邊 南北那邊 整個都日本的土地 他就第二世界在前 他就打了很多地方 你不要再說 那我就全部去接受投獎 所以分配給哪些人 分配 這樣就台灣配 多年 他自己去劉球接受 然後菲律賓又分配給誰去 就這樣子 所以 就是因為這種原因 才我們很不幸 分配給中國人去 分配給中國人 這麼疲愛的台灣人 做六十八年的皇國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 日本天皇沒辦法 他打書 戰爭 戰書 他就在人國 沒有在人國 不然他會亡國 他會無國 所以他為了他不亡國 所以他投降 投降就是那個 麥克阿蘇 他有親自到日本 的東京去接受 天皇他的投降 他去到東京的時候 他發現說 天皇他戰敗應該被判死刑 但是那時候的軍閥 他們日本那時候的軍閥 都出來替天皇 因為天皇是他們的心目中 是他上帝 天皇絕對不可以免台 台來日本會戰到最后 一兵一組 都不會放過麥克阿蘇 麥克阿蘇想問 日本這樣用 天皇絕對不行 所以他那時候 沒有把天皇猝死 那時候天皇才二十七歲 很年輕 很年輕 他要去打外國 我想他幾個月 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壓心 都在下面那些軍閥 一直要發動這個戰爭 所以他那時候還很年輕 所以麥克阿蘇也沒有給他判死 也是說 給他自己怎樣 你看他 所以天皇 我們已經去三年 他的生日 我們都去祝賀 我在想 我們每一次去 我們都有送一封 我們都有寫一封 說叫他 不要忘記台灣是他的移民 移下來的 你不要忘記我們台灣還是你的 還是你的屬地 所以他一世人 在他活著這輩子 他會解決台灣的問題 因為 在琉球 當然是美國軍事占領 以後日本買回去 他用了好幾億的美金 把琉球買回去 所以現在琉球 不可以歸屬於日本 我也希望日本天皇 快把台灣買回去 他只要跟美國說好條件 美國我們就可以回歸到日本 對吧 然後回歸到日本 我們也希望以後變成邦聯 或聯邦的制度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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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說去軍事占領日本的時候 他日本的四分五類都掛掛出去 對不對 像日本 現在說的小日本 只有四個島 北海道 本州 四國 九州 四個島 還附近一些小島 不然 大日本 帝國是很大 很大 他現在變成小日本 只剩四個島 日本因為第二世界大戰 建設 所以他也怕到 你知道嗎 怕到他也忘記說 台灣還是他的地 還是他的土地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 像12月 我們每年12月都要去 去日本 冠西市 像那麼多人一兩百的去 那很壯光 你如果這12月 我們可以大家參加 那百幾個 白去最頭前一百 日本天 一定都有看 不可能我們都抓旗 我們都抓到 我們民政府市 因為本來時間 一本去可以去 第一年 我們去的時候 他也沒有辦法去 我本來很幸運 我三年都有參加 所以我敘述說 絕對是真的 第一年他沒有辦法去 警察也沒有辦法去 然後突然 我們走到一半 那個內功 黃帝的內功 卡丁外出來說 我們可以去去 因為我們之前 我們就有生死 結果我們就幾個人 趕快走到車桌裡面 拿一大把的棋子 我有大家分 結果日本人 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們可以拿那個棋子 他們日本人也會幫我們討 我們就都分 日本棋到民政務棋 大家 我們早上要幾千棋棋 我們雖然百幾個 是將近一千隻在那裡飄搖 雖然廣場大概有三到四萬個人 不過一千多隻 他也看得到 每年都去 每年都拿這個棋子進去 第二年就都沒有幫我們動 就都自由可以拿去 還可以分宣傳單 第三年紀念和警察 就走來幫我們討 說我們一些宣傳單和棋子 所以 今年再去應該更好 應該 應該那個主力會越來越小 這支棋子 你們知道 為什麼這個棋子 這支棋子的意義是什麼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你們來這裡 都只抓棋子 為什麼 這個棋子是美國 他幫我們設計的 有可能 我們還會設計一支 新的棋子也不一定 但我們現在成為執政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 未來的那些年輕人 設置一個新的台灣民政務棋 或者用這個棋子 看到時候 參議院的決定 我先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紅色的大圓圈 就是代表我們是日本天皇的屬地 因為日本你看 他的棋子是一個大紅色 然後 這六顆星星 就是當時日本 在台灣有六州 台南州 台北州 新竹州 就那六州 所以 這是表示台灣是日本天皇 那時候有六個州 所以我們現在就恢復到 我們有六州 我們恢復到 然後 黃色 黃色這就是代表說 我們是亞洲地區 黃色是代表說 亞洲地區 中間這個星星這個 這不是中華民國 那個 那個 那不是 那是美國的那個 標誌 就是說 我們是美國軍事佔領 日本的屬地 我們是美國軍事占領 所以 這幾個是美國 跟我們設計是這樣 這個意思 如果有人問你 你不敢怎麼解釋 就這個棋子 是這個解釋方式 因為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日本人也跟我們說 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那時候 不知道怎麼說 後來我們現在 知道 我們每次去 我們都發一張選項 合作為 他們就自己看就知道 哇 台灣是他們喔 對 這是代表我們台灣民進府 目前目前佔用的棋子 這支 後來會繼續用 還是不知道 後來參議院 眾議院 對 對 這支是美國機 這支是軍事佔領機 如果是美軍軍艦 美國軍艦 他們的 那個 他們的艦車 他們都掛這支 他們的美國軍事佔領機 因為美國軍事佔領人和一個地方 他拿去伊拉克 也是拿這支機子去 這支機子都不用說了 這支機子 大家都可以改水了 這是美國幫我們設計的 美國幫我們設計的 那以後 我們年輕人 後來 他們如果要改 還是怎樣再說 目前我們不知道 我現在 先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2000塊年高 然後 到2010年的時候 那個 台灣民進府接受美國 美國華盛頓DC 就是美國華盛頓特區 會設立一個辦事處 這次我們去美國的酒會的時候 本人也很幸運 有參加 所以我有相片 我們在辦事處 我們本來以前 我也都這樣抓面 來看而已 不然就有實體的東西 我都會想回來 我待會兒趕快說 看那個相片 我們辦事處的那個照片 他為什麼會設這個辦事處 你看美國軍事佔領伊拉克 伊拉克那時候 也在他們華盛頓DC 這個聯邦大樓 有設一個 那個伊拉克 平民政府辦事處 美歷間合政國聯絡處 他也有設有 所有美國軍事佔領 人的國家 他都在聯邦大樓 設一個平民政府辦事處 所以因為他成人 為什麼他成人 因為我們去告他 只有我們這個團體 去告美國 所以他邀請林志森博士這個團體 去那設一個辦事處 我們是2010年7月4號 一直到現在 再來2010年9月8號 由台灣跟美國 他邀請我們做辦一個酒會 第一次的酒會 那時候我們的法理學員還沒成立 然後那時候只有十幾個人去 去的時候要去十幾天 那時候我們就一路一直演講 一直宣傳台灣民政府 去十幾天 我沒有參加 那時候我雖然 已經一次民政府 但是我沒有參加 因為十幾天 我要上班 我沒辦法參加 有一個政治到阿公 他兩邊 酒會兩邊都有參加 只有他而已 看待會兒他會來 補給大家看 只有政治到阿公 他有參加 再來 我們的法理學院就是 2011年1月16號正式成立 我們現在都會成立這個法理學院 我們那個美國 就是我們設立辦事處 20… 我們那個2010年設立辦事處 美國就邀請 叫你快去找你的人阿 你的官員在哪裡阿 你的公務人員在哪裡阿 我們不可兩百多個去執政嘛 因為這兩百多個都老弱參兵 少年不幾個都老的 少年不幾個都老的 因為好像老的 還有這個共識 也有一些招牆 所以他都招牆拿出來 像那個政治到阿公 也是高中的老師 他那時候欠200幾萬的招牆 也都 又是投資在我們台灣民政府 都花在這邊 那就是要去找地方 要去找地方來做幹部訓練 但是 我們還聽到台灣民政府 都想說 那時候都想說 我們是叛亂團體 意義團體 都不敢做我們 不然就做金要很貴 那我們當然是做不去 我們都沒有錢 都賺PPR 沒有錢哪有錢要做 就是剛才有一次 政治到阿公 帶我們處處游先生 游向盡先生 他來聽秘書長的演講 聽到他很認同 他就說他 那個大樓 那時候還沒有 只有哪裡 他說他 他 他20年都沒有用 以前是養老院 現在都沒有用 然後他說 他說他可以 保釋給我們民政府 用 他就帶秘書長看 看一看就說 房間很多間 但是都不夠熟 聽這樣而已 秘書長說 那也不適合 不夠熟 要怎麼上課 只有房間 隔一天 他是幾天人 像五樓 以前 你去五樓看 房間 他不是這麼大間 以前是幾樓房間 都洗一樓 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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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人都說說 還叫秘書長看 這樣有夠大樓嗎 不夠大樓 後面還要說 秘書長才知道 他是講真的 因為很多人都在家 講講的 實際上都不會做 秘書長也不好意思 那都要花錢 所以他就 他就 後來當然就用他的地方了 他已經投入那麼多了 我們也找不到今天的地方 說人家要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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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麼時候叫人來開花什麼 他就沒有再租給別人 全部我們再用 所以 而且他整修也花了三百多萬 我們第一屆 因為 那時候也經濟很結局 有人 郵先生又花了結錢 我說那時候很冷 我們都要自己帶稅帶來 你們現在來都已經有 蟲蟲 有皮 有金頭 以前是我們沒有 不過 第一次七十幾月 我們大家都高興 為什麼 那時候我們吉台很多年 一直去找 不然找到 然後第一屆又 第一屆是講師落出 第一屆是 倫庭 講二十分 沒有像這樣的講師 那時候大家都很高興 為什麼 都一直在講說 這幾年來 大家會用興奮之情 因為我們真的有第一屆 成立就有第二屆 然後那時候 也沒有志工也都沒有錢 就是大家留下來 做會拼手 什麼 就是大家一起做 一直慢慢慢慢的 經濟越來越許可 慢慢合名城 合肥堂 還請幾個人來 廚房就有人住了 就是慢慢的 現在一直 越後面的人 是越好 越鄉修 你們哪有福利 我們在頭前 開樓 你們後面 也要繼續 繼續拼 不是這樣停下來 所以我們第一屆可以成立 就很高興 我們到現在已經 其實齁 九十幾屆了 八九十 我們辦到一百塊 不要辦 很累 再辦就變公務人員 考試再說了 再來 2013年9月6號 第2邊 台灣民政府 在華盛頓DC基盤 第2邊的集會 我們有邀請電視 ABC電視連播主持人 就是2012年 專訪美國歐巴馬總統 Squad Schumann 來現場主持 這一天 我們台灣人很熱烈 慶賀 因為我們這一天 就是請主席去宣告 兩項事情 要求美國 就是回來軍事佔領台灣 第2項就是 要發旅行證件 在美國要比照 流球模式 發旅行證件給我們 然後我們主席在那裡 正是向所有的記者 還有美國官員 宣告這件事 要求他回應我們 我們要回來的 最後一天 他有回應我們 他說他一半年來 會讓我們有好消息 有啦 有半年了 也有啦 其實有說 只是說 他那個條件開始很高 剛開始他說 結局那邊 他要跟我們做旅行證件 他那邊 美國還是德國 最終要一百萬份 一次送去要一百萬份 然後 我們可能沒辦法 你看我們辦到現在 新聞証 大家辦到很辛苦 然後日本 那邊 有一個 跟美國合作 美國 跟他們說 合佈合作的一個公司 他說 他可以跟我們 五萬份就可以了 五萬份 對我們來說 壓力很大 我們現在跟兩三萬份而已 我們要找五萬份的 旅行證件 大家還要很拼 不然齁 一國會說 叫你送幾千件 我們如果無法達成 每一次罰金 都罰五萬塊美金 那個罰款很 其實我覺得 台灣人很趣 很奇怪 他在美國去軍事 簽了伊拉克的時候 伊拉克的人 也沒有新聞証 然後美國軍事政府就說 我跟你們伊拉克的人 發身份證 他要自己發 就叫他們 叫他們伊拉克的人 來簽新聞証 簽他們伊拉克的 國民身份證 還是國民身份證 他們自己規定 我不知道 一樣 33塊美金 你在美國簽新聞証 也要33塊美金 頂去代表一千塊 伊拉克的人很散 他們33塊 可能是他們一個月收入 結果他短短兩個月內 人家就兩百萬人請 我們台灣人拚 一直說 你要問一下 說不三遍 以上人可能不會 你不會說一遍你就聽了 在報紙上十幾遍 開幾千萬 登報會了 結果你看 到現在兩三萬 拚三年了 你看台灣人很快 叫不清醒 你們出去拚看看 再來換你們 我們已經 拚到不知道 這就是我們去酒會 我們參加 很幸運 我剛才有機會 參加第二遍的酒會 然後 本來我是按十八的 要去就好了 後來報名結束 有三十幾人 那秘書長認為 每個人都很重要 刪掉 對他來講都很可惜 他都讓我們去 所以我們就去 約十二點的紀票 趕快去 搶購十二張 分兩堆 第一堆 由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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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到東京 東京跟背到 亞特蘭大 美國 從亞特蘭大 從亞特蘭大 背到那個 那個 華盛頓DC 因為我參加第二堆 我跟大家報告 處理的事情 我們就背到 亞特蘭大 記住 海關 那個辦公廳的時候 亞特蘭大 美國 也雖然說不是很大的城市 不過那個整個大廳 有好幾百個人 幾百人在那排 要過關 出入境過關 我們排在最後排 我們分兩幾個 差不多四五十分 就要背了 那排到來 要一兩點前排到我們 大家出國過就知道 美國檢查得很嚴重 你知道嗎 美國檢查得很嚴格 衣服什麼都要脫掉 然後全部 連鞋子都要脫 至少要兩個小時 會輪到我們 後來我們 那個夫人就說 慘了 分機一定坐不到 這班分機坐不到 要坐後一班 後一班不一定有十二位 有可能三位四位五位 就分幾個月可以到華盛頓 隔一天我們要辦幾個月 晚上都嚴悟到了 怕嚴悟到 後來夫人就說 我們開個臨時會說 我們大家來集資廣義看要怎麼 美國可以讓我們快速通關 那一陣潘良華副主席就說 他有帶我們酒會的邀請函 全部都是英文版的 然後還有機票 機票幾點幾分 他要起飛 那夫人因為他外語能力比較強 他就說 不然你去跟海關溝通看看 看能讓我們 會很快通關過嗎 既然夫人不知道去怎麼跟他說 他說因為溝通能力很強 十幾分而已 他就跟我們酒會說 來來來快點 他旁邊要開個過台讓我們過 我很開心 你知道嗎 要做公務門不簡單 我出國很少邊 走到特殊的關口 都不用拜託 我們十二的行李拖在旁邊 我們十二的都穿得很整齊 穿西裝然後打領帶很整齊 在旁邊的人都一直跟我們看 我很怕他們的空氣 我十二的都沒有空氣 我們十幾分鐘就全部過關 當然我們都拿台灣公民身份證 我們有班 我們都準備台灣公民身份證 當然也有加中華民國護照 還有機票 還有邀請每個人都這樣準備 那海關看一看就過了過了 連問都沒有問 連收聲都沒有收聲 所以我是證明台灣公民身份證 在美國真的真的有用 在日本也有用 今天國家我們要不要試過 要不要還沒有去其他國家 所以你們如果還沒有申請的人 如果你們還沒有申請的人 如果你要去美國 你拿中華民國護照 那是流氓政府的護照 綠色皮 綠色是我們的護照皮是青的 為什麼會青的 是不正常國家是青的 正常國家是在土色的 類似這一種顏色 護照這顏色就是正常國家 你看中華民國印尼 他們的護照皮都這顏色的正常國家 如果美國的護照是什麼顏色 藍色吧 他是另外一個什麼體系 反正他看你護照皮 他就知道你是 你的國家是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你如果拿青的皮出去 人家都處處刁難 尤其你要去其他不好的國家 你如果拿青的皮 我們這個綠色皮的護照的人 你沒有那個的話 腮紅包或怎樣 人家都不會給你過的 我們都處處被人家刁難 對啊 所以你流氓政府 都想說他怕了 人家沒辦法讓我們過 人家會找我們的麻煩 你如果再加一個公民身份證 他就不敢找你麻煩了 因為那是美國 他美國軍事政府看給我們 人家看就知道了 這就是我們 我們已經出那個 我們已經歷徑好幾關 然後走出那個 那個到了華盛頓DC的雷根機場 這是雷根機場 我們就整隊出發了 本人就 嚇得太幸運了 這是夫人 秘書長的太太 對啊 他外語很強 我們在雷根機場 大家合照一下 你看 剛開始去 我們去到那裡 我不是晚上八九點 剛才他跟我們過中華民國國旗 那個飯店 文化飯店 我們就跟他看他 說這不對 這不是我們的國旗 他雖然 你看 這雖然 雖然 雖然 中華民國跟我們的旗 我們跟他說 不對 他跟我們完全沒有關係 然後馬上又換 你看 你看 我 這是都拔命 我們 我們有幾個通信 多處 都睡不著 反應到睡不著 拔命都站在那裡走 一直走走 跟白宮那裡 走回來 他每天 十天去 四五天 十天都去晨跑 都捨不得睡覺 結果他就把我們掛了 你看 他們都剛才有拍到 所以如果是我 我就沒拍到 你看 然後有拍到 拍到這麼 這是華盛頓DC特區的旗 這是飯店的旗 這是美國旗 他就掛我們的旗了 我們把他放在那邊 我們一定要提出異議 他才會理我們 所以一樣 美國我們沒有去外國 他怎麼會插人 對不對 美國人就是這樣 因為你都點點 他就想說你是 很好掛的 不可以點點 這就是飯店 我們一些通信 他們在那裡 早上起來 他們就在那裡拍照 留念 然後 隔一天 隔一天 我們的行程很高 我們去六天而已 半幾天的行程 那個飯店四季酒店 四季酒店 他就把我們掛 我們的民政府旗 我們通信很早就去了 很早就去了 很早就去了 有去協助 你看他們的工作人員 可以掛我們的旗 美國旗 這是華盛頓特區的旗 掛好了 你看 市長很高興 他也很早去 去旗給大家看 剛好協助 我們同心就慢慢來了 就看到我們國企 你真的在外國 你如果看到你的旗 你會很高興 這他們的遊客來 看我們很多人在那裡 合照 美國人 這就是我們的主席 我們曾根主席 他現在身體比較不好 比較少來台灣 他在日本 他是一直在台灣 醫學院 秘密後走去日本 找醫學博士 然後留在日本行醫 他在日本 是腦科的權威 這次我們華盛頓酒會 花很多錢 他出一半錢 出我們一半 是秘書長去想辦法 去酬來 去試煮 去給他 所以我們很感謝他 他也 給我們贊助很多 尤其我們的新聞證 我們辦的新聞證 不是這樣一張一千塊而已 新聞證 要先錢 錢 十萬塊的美金 你要叫人 把我們印東西 人家要簽完工 要嫁去 然後你一定要先 說我一定 每個月要給你一千件 好像是一個月 那時候跟他講 是一個月一定要給他一千件 如果不就要發錢發錢 剛開始 一定要先一個錢 我們說阿金 美國人叫錢金 錢 前面的錢 或金錢的金 他更要先給他多少錢 這個意思是 我一定會達成你的要求 因為美國比較商業 商業的國家 剛開始十萬塊美金 是我們主席出來了 他意不容赤 我們跟他說 十萬塊要怎樣 要對付 他就說他拿出來 他就幫我們墊十萬塊 然後我們再慢慢還他 不簡單 一般人要拿出那麼多錢也不容易 你看 我們 我們 這張就看到 台灣是沒有政府 華盛頓特區 華盛頓的辦公 我們的現場 我們在辦酒會 然後酒店 酒會 有給我們一個 掛牌 他們的貴賓來 知道他們要去 一間 會議室 參加我們的酒會 我快點 可能時間 因為我們很久就去 我們下午六點 我們開始 我們兩點五就去 我們剛開始 我們在台灣都沒想到 要準備一些節目 因為怕冷場 因為我們時間兩三點鐘 不可能主席 說完都在那裡 然後我們就安排一些活動 臨時大家就趕快說 要怎樣 做一些節目 他們就大家準備 美國你們看 他把我們機子打得很正式 他們美國飯店 把我們的國旗 這樣一圓 打得很正式 還讓我們掛起來 這是美國那邊的聯絡人 我們這次酒會 美方的聯絡人 然後他也很早去了 就跟夫人 我們夫人 他就跟夫人說 待會我們的行程 要怎麼走 要怎麼辦這樣子 這是我們副議長 他就跟他的員工在那裡 準備我們的現場 準備我們的行程 準備我們的行程 大家在那裡 準備說 待會要怎麼帶動場 不要冷場 現在時間已經要到了 我們就人 都準備好了 安排好了 什麼人在哪個位置 現在來賓來 每一個人來 我們就一定要按來 接待 不要冷場 因為第一次酒會 在那裡 很舒服 那時候就沒有法理學院成績 所以義工很少 可以去美國參加 都是一些老人 那些 年輕人都賺錢 雖然他有錢 但是可以去老人這麼多 所以美國說 奇怪 你們十八個都自己圍一圈 我們七八十個也圍一圈 他自己一圈 九歲到六歲 然後他就拍 他就協助我們看 他說 你們台灣人哪有什麼避暑 都不敢來跟我們講話 真的 那時候老人這麼可能 也不敢講話 他自己十八個人圍著一個小圈 現在當然我們不能再這樣 所以我們這次去 外語人力很強 都擺在前面 我們的主席 雅虎主席 高砂主席 夫人 潘婦主席 紀博士紀教授 他是在德國留學回來的一個Pox 他在網路看著秘書長的理論 他超過十幾個時候 他就回來台灣 退休回來台灣 對秘書長變成現在 他說他要扶持秘書長一定要成功 他外語很強 德語英語都很厲害 這是我們的高砂 這是我們的高雄州長 來賓就一直來了 來賓一直來 這一位是在國務院上班 剛好他進來的時候 我剛好有跟他接觸到 我就問他 問你在哪裡上班 他在國務院上班 他跟他先生一起來 那美國官員有七十幾個 還有記者 讓大家看看 這就是我們的主席人 Squad Schumann 當天主持人就是他 我們這一次的酒會 我們的貴賓一直來 我們就請兩個 在那把我們把關 有邀請函的人 然後而且是在名單內 我們才請他請來 因為那天我們聽說 有人會來亂 所以我們也很緊張 美國其實也很緊張 在我們的駕駛 有二十幾個 安全局 他們的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的 美國一些官員在那裡 說萬一如果 我們這邊亂 他就要趕快出來 結果我不知道 一直到結束之後 他把那個潘副主席叫過 他幾乎說是他的同學 他就知道 美國安排二十幾個人在隔壁間 我們全程錄影 我們所有的 他們都把我們弄影 我都不知道 這就是王州長 他是 他到英國留學回來的 他現在是台南州長 他就跟他們在那裡交換名片 跟我們美國官員在那裡交換名片 然後夫人啊 就跟我們美國官員 他們在那裡交換名片 然後講 這是我們紀博士 現在就開始了 時間到了 然後 那個 我們的Squatch Human主席 就開始主持 我們這個活動 我們這次的會 我們這個晚會 對 我現在說 這一位記者 這是 那個 國務院的記者 第一次的集會 有他 他有去跟我們拍照 這一次酒會他又有來 我們看到他很高興 因為我都在 當然我們都是在網路看到 沒有看到 以前沒有去美國 沒有看到 這次又看到 他覺得 第一屆有他 第二屆他又來 他拍得最認真 他是一個記者 然後 我們主席就開始宣讀 我們這次去的 宣告說 我們希望美國 要求美國要怎麼做這些 他的宣讀的文章 在網路可以抓得到 大家一定要去抓 知道 我們這次辦的 你看 這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一定要給大家看 這就是聯邦大樓 這棟就是聯邦大樓 1250聯邦大樓 所有在美國軍事 這些國家 都會設一個平民政府 這是聯邦大樓 然後我們就在他們門口拍照 這是聯邦大樓裡面的一個會議室 不過大家看我們的辦公室 那時候我們去行就業會議室 你看 這就是我們的辦公室 這個好看 台灣平民政府 美利堅合眾國代表處 雖然一間 這間大家都一樣 我們去看 因為他的設備很安全 兩個數位都在他穿 然後 雖然他只有小小一間 但是那是一個代表處而已 所以我們 跟大家看 我們真的在美國 就是美國 他有承認我們這個團體 你看他沒有叫國民黨 民進黨去設一個平民政府 他們沒有 你看 其實你網路看 台灣平民政府 幾個黨 台東也有一個台灣平民政府 美國為什麼沒叫他去設平民政府 就是因為林志森博士去改革 所以這個團體 他才邀請我們去那邊 所以未來 他一定只有承認我們這裡 因為美國最高法院是判決 他要教我們怎樣 跟我們現在林志森博士所帶來的 這個人要怎麼怕政治這條路 他現在就去跟他們判決 我們是照他教的 我們一直在走這一條路 但是走很辛苦 走得很累 這就是大家都在那裡合照 我再去看 我們 就他們的會議室 因為辦公室很小 但是每一堂都有一個會議室 所以我們就在那裡會議室 主席就說 今天後不錄音來就在那裡大家都簽名留念 這支機子在原桌辦公室那裡有 我們所有美國去的人 大家都在那裡簽名 就是這一次 這聯邦大樓 他對面看起來 這真的聯邦大樓的外觀 好 我們時間加 不然我們就 因為網路 還可以抓得到 是你們 如果你們想要 擷取這些資料 那個可以跟跟從事講 工程師講 你的記憶卡把它插下去 他會把你放進去 你回去家裡 你慢慢看 好 我們現在大家可以去用餐 謝謝 不用拍手 不用拍手 因為我們是 我們都相等平等 不用這樣子 謝謝 各位同學我們下課休息 餐廳用餐 我會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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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要看 我可以看 我會想要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